欢迎收听12月3日世界五间快讯 一名歌大30岁博士生在公园散布时被一名黑帮成员刺死 新冠疫情开始以来通膨压力增大 中产阶级家庭也到一元商店消费 一名华裔预测 Omicron将在半年内攻陷全球成为主流病毒株 因疫情冲击 美国人过去两年存下1.6兆元 根据汇率报告 美国未界定台湾为汇率操纵者将继续协商 一名意大利男子应只想拿接种证明 待假手打疫苗被护理人员发现 全球首富马斯克遭质疑花钱直发 头发才变得茂密 近日一名20岁男星被抱脚踏四条船 其中一女友还未成年 纽约消息 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沉边公园 二日晚发生一连串攻击案 一名25岁黑帮分子持刀捅死一名哥大30岁博士生 随后一名意大利籍游客也被刺伤 匈贤随后出现在中央公园附近 威胁第三名受害者 信对方没有受伤 匈贤当晚已被警方逮捕 过去曾因抢劫 攻击 帮派斗争等有11次的逮捕记录 警方透露 匈贤是25岁的非裔黑帮成员平克尼 2日将近晚上11时 30岁的哥大男博士升级力 在返回公寓的途中 于沉边公园内遭平克尼次 伤腹部 他捂住伤口跑出公园求救 最终被警方在西123街 交Amsterdam大道处发现倒下 送往西奈山胜路加山医院后 宣布不致身亡 华盛顿消息 一元商店主力顾客 长期以来以低收入族群 天乡地区居民为主 国家广播公司报道 从新冠疫情开始以来 某些中产阶级家庭 便避开原本采买日常生活 所需的一般超市 改为光顾一元商店 如今通货膨胀压力之下 就连较高收入族群 也到一元商店采购 一元杂货商店执行长瓦索斯 在二日财报会议上 对投资人说 消费者不到知名商店 购买定价较高的商品 改为前往一元商店采买 客户留存率的表现超过预期 他说 从9月开始 一元杂货商店 便在服务基本客户族群之外 积极争取来自更多 不同领域的消费者 根据一元杂货商店公布数据 目前在全美拥有18000家分店 疫情期间积极争取 中产阶级家庭上门 业绩表现亮丽 华盛顿消息 Omicron变种病毒来势汹汹 传染病专家预测 Omicron将在未来3至6个月 成为全球主流病毒株 打补强针 仍可提供不错的防护力 同时 Omicron在南非迅速传播 三天内新增病例 增近三倍 专家怀疑 Omicron恐已成 南非主流病毒株 新加坡传染病专家 梁浩南表示 虽然科学家 可能迅速研发出 针对Omicron变种病毒的疫苗 但仍需3至6个月的时间测试 证明疫苗能对Omicron免疫 另外补充表 使Omicron可能在未来3至6个月内 成为主流病毒株 攻陷全球 华盛顿消息 新冠疫情冲击后两年 民众仍普遍作用现金 因为疫情而多出的存款总额 直逼一兆6000亿元 此趋势长期下来不利经济及民众 目前囤积现金的趋势已经缓解 但要逆转情势 仍非一朝一夕之事 储蓄率一度连四季刷新记录 虽然现在已回跌至2019年 及疫情前的水准 但个人储蓄率 仍在二战以来未见得高点徘徊 至于一兆6000亿元 也远高于多数理财专家的建议 也就是将紧急存款 保持在供应3至6个月之用 华尔街消息 美国财政部3日发表汇率半年报告 指出台湾与越南 仍然超过三项操纵汇率的门槛 并将依据2015年美国贸易法 进行深入分析 但并未正式将台 越界定为汇率操纵者 财政部指出 在今年1到6月期间 并没有任何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 基于贸易利益 或阻止国际收支 进行有效的调整 而操纵本国货币的汇率 报告中说 台湾与越南超过贸易顺差 经常账顺差 及汇率干预三项门槛 因此将继续与台 越进行协商 以消除美国被关切 罗马消息 意大利官员今天说 一名男子想要取得疫苗接种证明 却不想实际接种疫苗 竟突发奇想 带了一只假手去打疫苗 试图骗过医护人员 法新社报道 这起怪诞事件 昨晚发生在意大利西北部城市比耶拉 这名50多岁男子 带着假手 想要鱼目混珠 尽管假手的皮肤颜色 唯妙唯笑 医护人员并没有被这只 细胶制假之骗到 随后通报当地警方 意大利6日即将对 每打疫苗的民众严加限制 意大利从8月起 实施绿色通行证制度 进出戏院 博物馆和室内体育馆或餐厅内用等 必须出示健康通行证 这一证明可显示 COVID19疫苗接种状况 是否已染疫康复 或裁剪是否成阴性 华盛顿消息 拥有将近3000亿美元的身家 特斯拉CEO马斯克 爱剪什么发型都没问题 最近又被拍到 以前为短发造型现身迈阿密 20年前发亮稀疏的照片 却被挖出 遭质疑花钱直发 头发才会越来越茂密乌黑 北京消息 中国男星吴亦凡 前段时间因为涉嫌右肩被捕 引起娱乐圈动荡 不少男星之后 陆续被爆料 私生活混乱 近日又有一名20岁 曾经参加选秀节目 创造营2019的男星任士豪 被举报两年前脚踏四条船 其中包含 曾和吴亦凡包场看电影的女孩 小姨同学 一名网友是白白卑鄙呀 近日发文 我要说一名渣男 文中特别标记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点名 任士豪应该被封杀 他提到在2019年冬天 南方脚踏四条船 其中一个女孩 是当时还未成年的小姨同学 以上就是今天世界五千快讯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